字幕君 李宗盛 字幕君 李宗盛 好 回來現場我豬哥娘 今天討論就是新加坡要撥這個 端正英文 要搶救他們Singlish 你如果說來你的這個蔡英文 就是說你英文說得很破 是不是也會讓你愛在心裡口難開 來 這一段 我們就讓我們這個 電影 我們這個小孩 小孩這個... 不笨的主角啦 小孩在主角 小孩不笨啦 不笨的主角 那不笨你是看不見是嗎 我平常看這個目的 看不見 來 好啦 我現在跟你們講啊 你們三個小孩啊 英文是越來越普遍 Worth than before 你們知道我們現在 英文變成Singlish 會讓人家笑話 因為我們要走上國際化嘛 所以我現在要關注你們的英文 不要再講那個Singlish 知道嗎 要矯正發音了 不然這A群要矯正啦 知道了... Forey Miss Cool 你們大人管很多咧 我的媽媽都沒有管我這麼多 妳是個 auntie 還管我這麼多 妳管了我的 aunt happy 對啊 Miss Cool 妳每次都說一樣的台詞 都是For your own good For your own good 到底是For your own good 還是For our own good We don't get it 不會啦... 不會啦... 我覺得我馬德說的對 我相信他如果幫我們矯正以後 別人就不會笑我們是Singlish 而我們說的就是English了 Maman的一定是For... 有很酷嗎 很酷 不是很酷喔 不是調天丁的 是很酷嗎 很酷... 有很酷的嗎 是不是 那馬德要不要講 好 先來看你們要念一下 這一張... 大家先看一下 這一張 上面有很多字 看你們認得幾個 來 都是英文的 Terry... 來念一遍 跟馬德念一遍 第一個 那個... 第二個 第三個 又... 第二... 第二... Snooby Stoo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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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Stooby 你看到沒有 就Stooby 你們整個字只認得Stooby啦 你看 這麼多的字 你都沒有一個認得的 Graswell Stardling Majerable Humacenation Plus Plus Abgastan Inresponsibility 還有Determination Stooby Auntie... 你剛剛念好幾個單字 聽起來都Sounds like the same 差不多意思啦 就是告訴你們 應該就是你們的發音了嘛 是不是 好啦 我跟你講 這個發音很重要的 這個不會啊 這樣就教你們最新的 好難喔 最新的方法 要練英文的繞口令嘛 好不好 像這個啊 Auntie... 你不要先教你這樣教啊 對啊 你這樣子教學生的方法 一定All fashion了 沒有人會吃你這套了沒 對Auntie 我們現在要查單字 我們就上一個Web site 查就好啦 現在有個Web site很方便 名字叫Triple TripleW 講第一買通電卡 不懂就Google一下 什麼單字都出來啦 對啊 馬德 那個國賓跟文副 他們說的有道理啊 有道理啊 你怎麼越講越像台西腔啊 是怎樣 我... 我們這邊本來有些 操作那個... 那個地方的... 調酒人啊 對啊 本來講話就是這樣啊 對... 想的啦 都是這樣了嘛 都想的嘛 想的是廈門腔啊 亂講啊 不懂就裝懂 我們不要不懂裝懂 讓人家嚇 你也有東西啊 給你吸收起來... 收起來 我這時候 我為什麼這麼Stew 這個SoulB 我們不能讓人家笑 笑話我們 就不懂就裝懂 這樣就是不進步好不好 現在就正你們的發音啊 現在 來 跟馬德... 跟...跟Auntie啊 看一下這個啊 這個先... 我知道好了 來 看一下啊 國賓 Fe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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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好不好 來...Terry Terry Terry 你英文是最好 來...你唸一遍給他們聽 Terry Fe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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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這是...Felip... Felip... 知道嗎 好啦... 好 看下一個... 看下一個...快點... 這個... 這個... 沒有時間了 兩個就好了 Auntie... Auntie 我會要 妳來...妳來講一個這個 Auntie... 穩服... I sit on the shit... Shit... I sleep... I shit... I sit on the shit... I sleep... Shit... 西藍西藍西藍 好像坐在大片上面 這是... Shit... OK 這是長音嘛 Shit... I sleep on the shit... Shit... I sit on the shit... Auntie 你應該是... Shit... 不是...Shit... Shit... I sit on the shit... Shit... 對啦... 對啦... 好 這個...這個是最重要啊 來... Terry來唸啊 The sword I saw was so... The sword I saw... The sword I saw... 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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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Nicca... Nicca... 嘿嘿嘿... 你們為什麼有音樂 為什麼音樂 亂七八糟 The sword I saw was and the sword I saw... OK 好 就知道嗎 要好好學英文 要不要讓他像我們Singlish 馬德 妳英文講的跟那個... 黎智英 妳老闆一樣好耶 OK啦 好厲害喔 好好學英文啦 好啦...趕快去學英文啦 好 真的是英文怎麼教你們耶 可是沒辦法啊 他們上一代的環境 跟我們的環境又不一樣 我們這一代 學的本來英文就是這樣子 你要突然會說了說了說 真的沒辦法 英文好難喔 我感覺音樂要有環境來講 這樣比較近 來 Kimiko 妳好像還會跳舞喔 我等一下會跳舞 我在這裡跟大家講說 還不跳 沒有時間耶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說 其實學英文跟跳舞的邏輯 是一樣的 第一個自首發音一定要正確 像thousand thousand跳在那個舞蹈裡頭 就像waf一樣 waf怎麼做呢 你一定要把身體挺出去之後 and the胸口 and... and... 到肚子 and the toe 往前 感覺你的頭髮 往前lap 你就可以lap出來了 配上音樂就是這樣了 起啦 許教授 許教授 妳在後面吐來 肚子吐喊 然後你看呢 第二個呢就是破音 破音不是唱的那個破音 是那個... point point那個破音 那跳在舞蹈裡頭呢 就像甩車牌一樣 甩頭髮怎麼甩 頭先下去 然後千萬不可以從你的脖子上來喔 一定要從你的腰 腰椎 到背 到胸椎 and... 就看上來 這樣你的頭髮就不會黏在你的臉上了 第三個 就是重音 重音要怎麼弄呢 一定要像... Kamiko老師示範給大家看 重音就要像腳步一樣 穩抓穩打的 and...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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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沒有錯 像Kamiko老師這樣 每天練習你的舞蹈跟英文 最快進步喔 謝謝大家 耶 看來這段整個精神就來了 不錯... 就是我主持記者會 劉真 百條條 你們看我都沒什麼 好... 進廣告 好... 好... 今天我們討論這個英文要怎麼講 新加坡式的英文 但是要聽得懂 為原則 Tony Chen 我們最後再來教大家幾句簡單的英文 是 其實我真的是認為 我們也不要叫新加坡 新加坡 其實像台灣有些英文也是跟人家很奇怪 比方說在201年 10年的時候 101在放煙火的時候 它居然秀出什麼樣的英文字字 台灣UP 台灣UP 其實UP它的前面一定要放動詞 不可以放名詞 沒有人這樣子用的 雖然它的文法是完全錯誤的 就是有一點微笑大方的 還有很多我們喜歡去旅行的 歐巴桑 到了國外 他們要去上廁所的時候 居然會問一些外國人 哪裡有WC 哪裡有WC 其實沒有人這樣子問的 你只能問 Restroom Restroom 不是廁所的地方 Restroom Restroom Restroom很難說 阿公阿伯 Restroom 但是我們還是要學習一下 因為講WC Lobody No 甚至有一個歐巴桑 他去上廁所的時候 就跑到男生廁所去了 結果人家他門又沒有關 結果那個男生呢 進去之後把門一打開 怎麼是一個歐巴桑 他就講說 I'm sorry... 這個歐巴桑就跑出來說 這個人真的是很沒有禮貌 進門也不給人家敲門 還說我的門沒有鎖著 I'm sorry... 就是也不把它鎖起來 其實他是說 I'm sorry... 所以我希望大家出去的時候 抱歉 有些國際的英文 大家還是要學習一下 Thank you everybody 謝謝 大家謝謝 這位教授有什麼補充的嗎 我是想說今天來 難怪我很榮幸來這邊做給恩定 我們這邊看了很好的這個 夜市人生 你沒有做恩定 整集都沒有你的外面 有... 其實我算是正台之寶 對... 然後又看到這邊跳舞 其實我覺得跟年輕人在一起呢 學習他們跳舞 你這樣... 你這樣人不會是爭執走出來 不是 我覺得在那個 學習舞蹈當中呢 學英文其實有一種方法啦 然後那個Tony Chen呢 他用那種台式的這個 英文的方式來教大家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種方法 非常有趣 對... 那我們今天呢 我要講說一些 我們台灣的這個學生 一般來講說比較... 比較懶惰一點 比較不上進 所以說呢 常常都是一些單字啦 就是在口頭上面 在就想...就形成啦 比如說他永遠只知道 法克先生 還有雪特小姐 那我想說我要寫... 講出來也免得要被拔解 那我覺得說 把這種都掛到嘴上的話 其實對英文來講 其實不是太健康的 要不然就是想說 我在看電視啊 然後來學學英文 但是永遠都只是看到 神奇的解渴 是不是 神奇的解渴 要不然就是 那我覺得這樣也不是太好 對... 那台灣人呢 很喜歡討論政治 那討論政治呢 然後就是講英文 那就是用蔡英文 來做個結束 那我覺得你英文太沒有關係 裡面比較動口 你不斷的說 不斷的說 然後用一些朋友們 然後在一起聊天當中 然後相約 通通通要講英文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的英文 就會進步了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好 中共一句 公英文一定要有環境 你不然有三天 有月亮 親愛的人都公英 你就有月亮 好 謝謝大家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 今天我們有超級顯秀節目給大家 謝謝大家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謝謝 好 一半 謝謝大家